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运动呢? 人大了,机器坏都要做运动了 之前我跟卡关特去过健身 但自从强制要安心出人之后,我就没去做运动了 因为刚刚做运动的时候,怕自己会跪下 所以就买了一些电子标去查看我的心跳 只不过小弟我真的不太喜欢大标 一来我手腕比较小,二来我都不喜欢夹着自己的手 所以如果有得选择,我宁愿不戴 而最近做开充电产品的Anker的副线品牌 Soundcore出了Liberty 4,就是一只真无线蓝牙耳机 耳机除了近年中阶耳机都会有的Hi-Res Audio Wireless以及ANC之外 当中更加加入了深律感应器 那就不说了,马上去看看我的GYM的真无线蓝牙耳机 打开盒子后,其实体验也挺不错的 充电器和耳机相当的Icon地放在右边 中间放耳身的位置也是非常清晰的 分别有S、M2以及L-Side给各位更换的 耳身采用了椭圆形的设计 至于这对M2跟耳机的M1又差些什么呢 经过拆了一轮后,就是耳孔的大小了 而这套耳室的设计又用了自家的Cal Confirms 这个Double Layer的设计 在官方的说法,比起一般耳室也是舒服的 试戴过后的确是挺舒服的 因为平时我们带的耳机的耳塞 塞进去的时候,那个位置是有一块胶夹着耳孔的 但Anker这对耳塞在顶头位置是有点中空的 所以戴上去就没那么厉害 讲完耳塞,最后在左边位置就会有一个暗格的 里面就会收到一条USB-C的充电线 而充电规格是5V0.5A,大概3个小时才能充电盒 至于这个耳机,差15分钟左右就可以用3个小时 连接耳机的充电盒就可以用到最大28个小时 是最多的 这个充电盒除了可以用USB-C充电之外 其实它还有QI充电的功能 看来这1000元左右的耳机,没有这些QI充电都应该不用买了 讲完就讲一下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也是吸引到我的 推过的设计很Smooth,但也要用少少力 所以放入袋也很难不小心推开 不过讲到驚喜的位置就是盒子里的提示灯 除了可以显示电量之外 就算在晚上或者在袋子里要拿出来 也不用怕看不到 耳机的部分,这BD4就会采用棍状的设计 这支棍,我相当之喜欢它 因为设计可以用到touch或者捏住旁边的位置来做操作 而且在操作时会有轻微的touch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按下去了 不过它预设的操作手势就有点不顺手 好像我喜欢两下键是飞歌的时候 就可能要用APP去改制了 至于刚才我们说到耳机可以支援Hi-Res Audio Wireless 认证了 但这部分就要注意了 它只可以支援到LDAC 如果开了LDAC就没得双装置连接了 当然只有一部机就不需要理会了 由于耳机是Hi-Res的规格 所以它里面用到的6加9.2mm ACA3 Demon的双动圈单元 就可以达到20Hz到40kHz的规格了 在预测的音效下,我会觉得重低音效是较弱的 而人声就会比较靠近自己的感觉 另外,乐器声是突出的,而且是仔细的 听到的时候就更容易听到背景和乐器声 整体来说,它的声音是比较冷的 但如果你听完我刚才说的后 觉得那些声音好像不太适合你 其实还可以利用App去做EQ的调整 App里面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手段去做调音 自定的EQ,Soundcore的内置调音 以及HearID的个人化 前两者也是字面解释的 至于HearID就是类似我们之前介绍的SoundID App就会给你一些音效,你自己选择一个合心的效果 到一些program去智能调音 令你更直接听到合适自己的声音 除了调音,耳机还有空间音效 可以设定头部追踪,也有音乐和电影模式 不过要留意,这个功能不能跟EQ共存 简单来说就是4个功能里选择一个 开了这个空间音效后 听歌来说就会有点像Live 人声会在前面出的 不过如果你看YouTube或者短片类的东西 其实就不一样的 不论你开音乐模式也好 电影模式也是奇怪的 但是用来看起来效果也OK 听的部分我们就说完了 至于麦克风,当然我们有拿出来 跟大家去试一试 试试试,这个是Libery 4的一个测试 现在就在旺角,都算是很多人的 蓝牙麦的音质,大家都应该不会预认它有多漂亮的 但Libery 4的降噪能力就算是挺不错的 听一下电话其实都应该可以了 还有ANC的耳机 Libery 4就有自动和手动的设定 Libery 4有一定加音能力的耳塞 若果用到强的效果就有微微的压迫感 但是同时播歌的压迫感就不算太明显 不过我都会建议大家用中就算了 整体会比较平衡 耳机除了ANC功能之外也有通透模式 设计就是一个针对人声做处理的效果 其实感觉有点像是用ANC强盖了周围的环境声后 令人声较出一点 这个做法的确令你听到人声 但是不会令人声比较漂亮的 说完耳机用来听和说的部分之后 其实就说一下我最喜欢它的测心率感应器了 其实刚才大家会看到 入耳的位置金色的旁边不是很抢眼的 其实它旁边的位置是有一个器材的 不过这个器材只有右边耳才有的 所以如果大家做运动时 就可以只带右边单边一只 例如我之前做健身 就会把电话放在椅子上 这样就可以把重量减到最轻 又可以听到教你up up 另外app里面也有不同的跑步模式 如果你喜欢跑步也可以开来用一下 当你在跑步的时候就会有提示声 快走三五分钟 目标心率 九十四五 而且不达标 它还会叫你加油 跑得慢也要被人叩咐你了 最後大家都应该会想知道它的续航时间 如果不开LDAC,不开ANC,不开空间音效 官方说的50%音量大概可以用到9个小时 而我听过开了七成的音量大概可以用到7个小时左右 至于开了LDAC和ANC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就健康了 所以如果要有音质享受都不会用得下来的了 以上就是Anker Soundcore Liberty 4的一些简单介绍 当然啦,都要做总结的 耳机卖了1299元 对上我用的那一款One More 印象中也是差不多价钱而已 而且规格也很近似 所以明显地就知道Anker已经在做了些什么了 对于多了一个心律感应器的功能 其实Liberty 4已经在同价里独当一面了 最起码好像我这些想测心跳的人 又不想用标,绝对是有考虑的余地 再者,单元的音质在人声和乐器的表现都挺不错的 所以你喜欢听这类音乐的话 应该可以找来试一试的 好啦,今次的影片就来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赞和分享出去啦 最后也要多谢各位货学金会员 VG有不同的级数,等大家支持 每个亦都可以开箱的产品送给大家 就这样啦,我是VAN仔,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啦 拜拜 不如这条影片如果过了一万的话 我们直播跑步啦,点态各位